好,我们接着看第17题,大家把题目看一下。 他说two teams,这个,这个应该比较简单,那这个就是,它方程是挺容易列的,那假设A和B,对吧? 然后呢,他说第一场比赛是在A的Home,然后接下来就都是去B了。 嗯,然后teamAwin是二分之一,那么我们可以假设有几种可能性,一种是,它是AHome,这个是BHome,对吧? 那如果A是Win了,那如果第二个也是Win了,那就结束了,对吧? 如果AWin,但他Lose了,然后又Win了,这个也是AWin,如果ALose,那他就要连续两个Win,就这三种scenario,对吧? 把列出来就行了,那第一个就是two over three,再乘以,在B的地方赢,就是P,对吧? 然后下一个就是two over three,乘以,他Lose了,然后又赢了。 然后第三个呢,是one over three,他输了,但是又连赢了两场,对,这三个加起来是二分之一,那就解方程就行了,对。 这两个加起来就是two over three,乘以P,再乘以一加上一减P,就是二减P,再加上三分之一P的平方。 这个加起来就是4 over threeP,减掉三分之二,再加上三,就减掉三分之一P的平方,这个等于二分之一。 那我就两边同乘以三吧,4P减去P平方等于3 over two,再多给他移过来,P的平方减4P,加上三over two等于零,那就用那个formula。 所以P就等于4加减,根号b平方减4ac减6除以二,那就是二分之一4加减,根号十,对。 他问的是二分之一4减,根号十,对,4减,根号十。 所以就是M等于4,M等于10,问的是M加N,那就是14。 好,我们看第18题。 They are exactly called k positive integers such that base k divisible by 16。 那这个也比较简单,那这个题的话,首先base k,这个就是把它变成r乘以b的三次方, 加上r乘以b,加上4,对吧? 这个base,b到base10,这个大家应该要会的。 然后它是16的倍数,对,那可以两边同除以2,也就是说这个,它要被8整除,对吧? 那我们只要考虑b对8的余数就行了。 比如说b是1的话,b是0肯定不行,b是1, 1的话就是1加1加2,那也不行。 b等于2,那就是8加2加2,也不行。 b等于3,那就是27加3加2,这个可以,b等于3是可以的。 然后再b等于4,4的话,64已经是8的倍数了,4加2那不行。 等于5,125加5加2,132,132它不是8的倍数,所以也不行。 再考虑6,6的话,6的三次方是8的倍数,再加6加2,对,它就是8的倍数,6是可以的。 然后7可以吗?7的话,7,7,49,49除以8余数是1,1再乘以7,所以是7,7加7加2是16,16是98的倍数,对,这个也是可以的。 所以,remainder除以8余数是有三种可能,对吧? 那我们就说相当于每8个里面就有3个,8个里面有3个。 那就是2024除以8,会算到253,然后再乘以3。 但是它说B是从5到224,第一个3是不行的,那还要减掉一个。 所以就是9,759减1,758就是答案。 它问的是the sum of digit of k,那加起来就是20。 好,我们看第19题,这个题好像比较难。 它说3,它说A,720和B构成一个geometric sequence,对吧? 那这个我们稍微试一下吧。 就比如说,大家比较容易想掉的就是这边除以2,在这边乘以2,对吧? 那这个就是1440,但问的是least possible value,那B要尽量小。 那比如说,你就想想一下,到一个比如说9 over 8,给它算到810,这个就小很多了,对吧? 但是10 over 9呢,10 over 9,这个也是可以的,对,然后往这个方向,那就是10 over 9,就是乘以这个10 over 9 over 10,对,这也是可以的,对。 这个会算到800,那就更小了,那就说明你只要乘上一个什么over什么,那肯定是n over n加1吧,这边。 然后n越大越好,这样会让B最小。 那这个就一个想吧,10,11,12,13,14,15,这个比较容易想到15,16,对。 对,然后这边乘以15 over 16,720是可以除以16的,对。 对,720是可以的,那再往上呢,稍微试一下就发现不行了,对。 所以这个题我觉得比较难,就不一定能够想到这个最小的。 那最终的答案就是720乘以16 over 15。 那么这个720除以15就是,48,48乘以16。 768,对,这个B最小就是768,the digit of the least possible value,那把它们加起来呢就是21。 对,我觉得这个题比后面的几个题都难,对。 好,我们看第二十题,这个题比较简单。 s be the subset of这个。 他说,如果xy不一样,那就是,必须他们的difference必须大于2,然后如果是odd呢就是6,对,那我们稍微试一下就行了。 比如说先取1,那因为要取的尽量多嘛,那不能取3,那至少取4,对吧,加个3。 然后再接下来呢,那还是加3,那就是7,但是7呢就不满足第二个条件了,所以就取8。 然后再接下来,再加3,那就是11,再加3,就是14,再加3,就是17,但17不行的,你再加个4,就变18,对。 加3,加3,加4,再来几个。 那然后就再加个3,那就是21,再加个3,就是24,再加3就不行了,然后再加个4,对吧? 就是变成28,对,那你发现它就是加3,加3,加4,加3,加3,加4,对,而且很容易发现你看它就是,都是148,148,148,这应该就是最多了,对吧? 那就相当于每10个数字里面有3个,对,那你就用2024除以10,就是202,然后还多出来4个。 那然后再202乘以3,多出来4个是1和4,刚好是可以取的,那就再加2个。 所以就是606加2,那就是608,对,这个题明显简单很多。 好,我们看第21题,大家把题目读一下,他说这个是Arismatic Sequence,那稍微观察一下。 嗯,我就把中间这个,正中间这个设成X吧,我觉得比较简单,对,正中间这个设成X,那么,比如说这个A吧,那这个A就是RX减16,对。 然后,那这个B呢,就是96,48乘以2,对吧?96减掉这个RX减16,那就是112减掉RX,对。 OK,然后,这个数字,这个C吧,这个C就是RX减12,然后,那就可以列出方程了,对吧? 嗯,B到C,那这个D,再把这个D写一下吧。 D就是两倍的C减B,那就是4X减24,再减掉112减2X,那就是6X,减掉136。 然后呢,两倍的D等于C,所以就是12X减掉272,等于C,C是RX减12,然后解一下,算出来10X等于260,所以X就等于26。 对,然后就算出来了,这个是26,然后都给它放进去,然后A就是52减A就是36,那这个就是加12,这个就是60,这就是24,这就是12。 要求这个,那这个可以算出来,12加26除以2,38除以2是19,那这个就减5,那再加5,这个就是29,对,然后就出来了。 对,这个题也不太难,解个方程就先。 嗯,接下来,Geometry,一般中Geometry的Question都是比较简单的,那好,我们看一个,嗯,它问的是三角形ABC, 那我们可以先算AB,对吧,先把它Base算出来,先算AB的话,好,那么我们看一下,这个是1,这个是根号3,然后看这个三角形,又是一个Special Triangle,那么这一条就是根号3over2,再乘以根号3,那这个就是3over2,对, 然后这个是根号3over2,这个也是3over2,所以我这个D叫D吧,所以AD就是3over2加3over2就是3, 然后所以这个Base就是6,我先写一下,AB等于6,对,然后接下来求这个Height,做这个Height, Height的话,比较简单的方法,你就这样嘛,对,它这个Height就是等于这一段,对吧,实际上就是,哦,这个很简单,因为这一段,比如说我把这个点叫做E吧, 这个CE,实际上就是根号3,对,所以这个Height就是根号3,H等于根号3加上根号3over2,就3over2根号3, 然后你就Base乘以Height除以2,那就是6乘以这个除以2,就是答案了,那就是9倍根号3除以2,对,这个也比较简单, 好,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,我们下次见,拜拜